老公就這麼不信 啊 多大點事啊 我現在就去找他談 我就不信了 咱們家的全位都出面發號了 哎哎哎 誰指揮力啊 教官在裡面 你是我愛你 你這麼對待你處理好 啊 我覺得 確實是挺可憐的 其實我心裡 挺親愛的 好 那本身就是 這個呢也是一本書 這個就是家有兒女 他有一本就是配套的 就是有配套的視頻 和這樣的課文 還有後面還有練習 其實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套 就是可以讓學生看了以後 然後再來分析這個課文 後面還有練習的這樣的材料 其實特地有的 如果你不看電影 可以考慮看這個 家有兒女 對 是的 這裡面他已經有text 而且有練習是比較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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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裡面呢 大家已經注意到了一些 就隨便你們 我這裡都畫了好多 這個 怎麼談呀 你會談嗎 你 我怎麼跟人解釋呀 這算怎麼回事呀 那街上鄰居呢 那種那樣啊 幫 是在口語裡面 非常常見的 嗯 嗯 好 那 下面我們就來 就來看這個材料了 就來看 這個 在疑問句裡面 有哪些 那重要的是 大家在說的時候 能夠 說出來那個語氣 語氣詞 語氣的那種感覺 在俄語裡面 對吧 有這個 有這個 3 9 1 2 3 4 你 2 5 4 4 有4 4 5 6 今天 是的,在裡面 今天冷凍 一刻,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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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刻,一刻,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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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種 俄語裡面是通過這種 來表達一些 除了 意思以外,還有一些 語氣,一些emota在裡面的 那漢語的,很多也是通過 這個語氣詞來表現出來的 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這裡,比如這個一位句 馬 巴 好,我們來看 大家主要 這樣吧 我們 怎麼做呢 大家來跟我讀這些例句 然後呢 來感覺 這些語氣詞的用法 好吧,我們來看 這個部分 疑問句 疑問句 疑問句裡面 沒有,是嗎 你們一起看一下 對 或者可以打開網頁 那裡面有seq 可以打開 就在我們announce裡面 有一個seq 可以打開看 沒有 哈利,你也沒有 可以上網的網站 能上網站 可以看 對 在這裏看 也不方便 有給臨人嗎 有嗎 對 我有給臨人 我們好像沒用 我、我都覺得 您看 看 在範圍上面 嗯 可以 那這個可以到處 小 能看 對 好的,我們來看,來看上面的部分,稍微靠上面一點,對吧? 這裡,這種簡單的回答,對吧? 你是中國人嗎? 你是中國人嗎? 你是中國人吧? 嗎的話,會高一點。 你是中國人嗎? 你是中國人吧? 這個八字會低一點。 你是中國人吧? 好的,其實呢,這樣的語氣詞,它有兩個,怎麼說呢? 相當於是說,我找了很多材料,我覺得對我來說也是很有幫助。 對,好的,就是這些語氣詞,它的基本的作用。 第一個,就是增加語氣。 第二個,就是減緩語氣。 它變得,對吧?叫做Smiakki的內容,把它變軟。 好,第三種,就是Udacnić,Gjivapros, 就是這些語氣詞,它的三個基本的功能。 比如,你是中國人嗎? 它也會增強這個問的感覺。 增強那種語氣。 你是中國人吧? 它減緩消掉這種語氣。 減緩那種問的感覺。 你是中國人吧?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它能夠幫助,就是,就像一個market一樣,來指示這個問題在哪。 我們可以一會兒,一會兒具體再看。 好,那首先,這個ma和855,是我們最常見的,對吧? 基本上第一課,你好嗎?就出現了,你好嗎? 對吧? 都是什麼amount,什麼optimal pros,對吧? 對吧?這樣的,對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呢。 上一次我們也講了這個呢。 那這個呢呢,它就屬於這種情況。 屬於,呃,表達,表達,就是說,想要,就是,表達對這個問題本身的一種興趣。 表達的是,呃,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使用輪呢,大家可以找到這裡,在這個例句下面,如果使用輪呢,就表示,說話人對問題的答案非常感興趣。 那是什麼呢?這裡? 哪國人,誰,是,什麽名字,會不會說,難不難? 這裡,它可以是,代問題,代那個提問詞,疑問詞的,對吧? 對吧? 誰,什麽,哪這樣的。然後再加上呢,它是一種market 一樣。 告诉人们问题在哪儿,同时表达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所以我们来看这里,如果不加呢,你是哪国人? 你是哪国人呢? 他会有这种更加礼貌一点, 更加软,语气更加软一点的感觉。 也表达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谁是中国人呢? 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会不会说汉语呢? 这个呢也是往下降一点的,很轻。 汉语难不难? 汉语难不难? 不难。 比如1-1-2,如果比较的话,比较难。 汉语难不难呢? 比如像这样的,我们来提问题的时候,比如老师来提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加上这个呢, 我其实都很轻易,都很轻易。 汉语难不难呢? 你会不会说汉语呢?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个呢,加上以后你的语气, 就会发生一些软化。 就会这样子的消解一种东西 好,来,我们来试一试吧 试一试,来读一读 玉玲,请你来读这里,加上这个呢 所有的 对 你是哪个人呢? 好的,谁是中国? 我来读这个,然后你来加上呢,好吗? 谁是中国人? 谁是中国人呢?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会不会说汉语? 你会不会说汉语呢? 这个呢还要再轻一点 汉语难不难? 汉语难不难呢? 难不难呢? 最后一个呢就好一点了 这个呢很轻 但是它像医生一样 像医生一样 它是比较轻 难不难 是往下面一点的 然后再平的 难不难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再来看这里 是吧,这里 就是这个啊 好,我们来看这里 来 下面呢,这里都是加上啊 下面我来读前面这个不加啊 谁,你来给它加上啊 哎,这里好 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啊 你看,如果我不加啊的话 我想表达这个问题 表达这是一个问题的话 比较难对吧 你是中国人 我就需要 你是中国人 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把这个问题弄出 标记出来 可是如果加上啊 你是中国人啊 这个啊 因为它的发音很清楚 很方便 哦,你是中国人啊 还是 你是中国人啊 但是这个手就是 武德里尼尼 对吧 你是中国人啊 和你是中国人啊 这就 如果是 哦,你是中国人啊 这就另外一种 是中国人啊 嗯 对 好 那我再来看 你是哪国人 你是哪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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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再轻一点 你是哪国人啊 嗯哼,好的 谁是中国人 谁是中国人啊 嗯哼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嗯哼 你会不会说汉语 你会不会说汉语啊 嗯哼,好的 会不会说汉语啊 嗯哼,谁是中国人啊 嗯哼,好的 我们在马路上开车 开车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对吧,开车 如果 如果后面有人撞了我 或者我撞了别人 对吧 那个被撞的 被撞的下来 下来以后要查一遍 会不会开车啊 会不会开车啊 然后再这样啊 会不会开车啊 或者会不会开车啊 或者会不会开车啊 它会有啊 变体 那这个 会不会开车啊 但是这个手就是增强 就是这个啊 本身它可以 增强语气 也可以减弱语气 也可以减弱语气 好 这里 我们两个 是不是后面 没事 我们可以先把这里弄出来 先把这里弄出来 就是在这 叫做变体 就是它会有变化 啊 它可以变成 变成这个 这个 这样的 会发生变化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跟音节 比如 你 啊 很容易就变成 你呀 因为这个 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 嗯 但是这是因为 受前面的 发音的影响 变成了一样 再比如 再比如 哇 哇 好 比如 好 好 后面就特别容易变成 哇 因为 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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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点 呜的影响 特别容易变成 哇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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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主要都是跟 发音 跟前面的这个 音节 有关系 来 就是 发音上面 离得很近 所以 也 发生了这样的 改变 叫做 它的变体 那 那老师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 能不能按照 呃 语言的 呃 可能一些音节 或者比如说 呃 分开 什么时候我们会说 啊 什么时候呀 比如说 你说你呀 常常会说 你呀 就是因为 呢 之后是一个 呃 叫原因吧 是吧 你呀 还是说 比如说 人 你是中国人 哦 那边会不会有 你是中国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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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 我 我最喜欢的 忙 忙 你中国人呢 好 忙 哈哈 哈哈 其实这里呢 大家没有必要严格去区分 这个 知道它是一样的意思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 我也 哈哈哈哈 真的那样说 好 好 这里 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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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 然后 跟这个 连起来就变成了 怎么 忙啊 忙啊 这样的音 好 那比如说这个 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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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别就容易变成呢 呃 变成这个 这个呢 嗯 哪儿啊 哪儿呢 哪儿呢 对 哪儿呢 还有这个 人啊 也会变成 也会变成 人呐 因为这里是 人 和啊 这里就特别容易变成 人呐 这是他们发音的变体 发生了变化 再比如说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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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勒和 啊 变成了 比如 好了啦 就是 好啦 对吧 这个 勒 好了 哦 好 咯 这样的情况 这些都是 发音 发生了变体 我们 了解最基本的 就可以 像这个 阿 巴 勒 只是这些字呢 就是 如果我们做 那个 transcription 的话 我们需要 用 发音 更相近的 字 来表示 他说的是 他说的是 人呐 嗯 他说的是 你呀 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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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跟你怎么怎么样 这个 也是 一个 是有 方言色感 南方北方 各个地方的人 选择的这个 语气词词不一样 另一个 就是个人 我习惯 我习惯这样 你习惯那样 所以 其实这个 这个 语气词的变体 并不是 并 并 大家并不需要 掌握 并不需要知道 有多少个 只是 你听到 你知道 因为他的位置 通常都很清楚 都在句子最后面的位置 嗯 你知道那个部分 他表达的 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感觉 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已经 已经到点了 我们不能再讲了 都讲 嗯 来来来来 就是 就是 确实是 比较有意思 比较地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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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这个语言 是吧 你如果掌握了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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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音 或者说这个句子 会马上变得地道一些 变得地道一些 会 比较有意思 然后 那 汉语里面的 这样的 语气 就是 就是一个句子 它的这个感觉 它的这个调子 除了有本身 这个发音的一些 武道理念 还有你说话的时候的一些 这样的 这样的这种 就是从声音里面 能够感觉出来的 高兴或者不高兴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这种 语气词的 帮助 我们这一次用一用一 还是没有看完这个 我们只是看了 好了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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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只是看了一百六十页 就是 嗯 这个 阿的这个部分 我们 嗯 但是你基本上也讲完了 也讲完了 就是说 阿 就是 把 把 把 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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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也讲完了 这个 也讲完了这个 麻 巴 那 阿 在疑问菌 来转到问题的时候的 一些用法 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次 上一次课 嗯 给大家的这个材料里面 已经有这个